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应的是法 灵体 仙 三种灵根 也就是说 只要是紫黑白 那就是仙灵根了 别想了 整个玉衡河仙灵根修者也不过一二人罢了 那都是不试出的天才 似我等能有灵级灵根就烧高香了 法级下品灵根 法级中品灵根 法级中品灵根 法级上品灵根 难道 连一个灵级灵根都没有吗 这是 是灵级下品灵根 太好了 总算出了一个天赋不错的弟子 你叫吴明 是 弟子是叫吴明 站在我身边吧 是 吴明真是走运 竟然是灵级下品灵根 这下可是要飞红腾达了 法级上品灵根 也算不错 还有谁没有经过测试 师弟 还不快上来测试了 是 这一次我不会要暴露了吧 还是在暴露之前自己提前摊牌 师弟 不用紧张的 把手放上去吧 二十七平时就是个闷葫芦 不声不响 也不知道会是什么结果 哼 不论他结果如何 肯定超不过我 怎么会没有任何反应呢 这小子不会没有灵根吧 什么指 二十七 你再试一次 好 看来他确实没有任何灵根 没有灵根的话 那修行岂不是千难万难 基本就是废材了 就算没有我这么强的资质 一般资质也行啊 好不容易被刘长老选中 可惜了 既然是刘长老选出来的弟子 那便继续在外门中修行好了 只是这丹药按照规矩 是没有的了 原来是没有理 这可这样谁的资质 其实也不妥协 这么多人就他一个吧 他叫什么 不知道 好像是 从杂役中挑选出来的外门弟子 好了 除了二十七 其余的人都跟我领取丹药 是 二十七 你以后跟着我混吧 我资质好丹药多 到时候分你一下 是啊 我也分你一些好了 当初我们一起来到这天青松 也算是缘分 以后我们照着你 没事 多谢你们 你们快去领取丹药吧 那我们去了 以后不用和我们客气啊 师弟 你不用气馁 师姐 其实我没有气馁 这测试师肯定有问题 连我仙级灵根 都没有测出来 其实 师姐我当初的灵根 也不是很好 是父亲一直鼓励我 让我从来都没有放弃过努力 现在 我把这份鼓励给你 希望 你和当初的我一样 努力吧 最坏的结果 不过是大起晚成 我相信你的 谢谢师姐 我会努力的 师姐 我先走了 去吧 如果在修炼上 遇到什么问题 可以来找师姐 这一次的灵根测试 天青松 果然还是没有出现 自制超绝的天才 测试时坚硬无比 一般的飞剑 都难以留下剑合 怎么会突然裂了 杀碎了 难道和刚才的那位师弟的测试有关 那位师弟我见过了好多次 但始终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我好危险 我要去查一查到底是怎么回事 不能耽误了师弟的情绪 你为什么要做不? 我会想到他们 我来的心里 你为什么要帮你 你最近有什么事